只有一个人 是周老师最爱的 也是我见到这些明星里面 真的是境界最高的一个 周星驰 我相信我们所有人 都看过周星驰的电影 周星驰把作品做到了极致 每一部作品都让我们 看了以后又想再看一遍 什么叫好作品 好作品就是看完以后还想看 好作品就是看完以后还想看 坏作品就是看了一遍以后 再也不想看了 而且周星驰的作品 刚开始第一遍会让我们笑 第二遍会让我们有淡淡的悲伤 第三遍会让我们泪流满面 周星驰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非常好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在圈里面的名声非常差 网上几乎骂周星驰的文章 那么最少两年一次 全都是 周星驰从来不接受记者采访 他接受了一次采访 财静对周星驰的专访 财静讲话很犀利 上来第一句话就是 你现在作为人家代表政协委员 开会的时候迟到了 然后所有的网友都觉得 你不能承认这个职位 你不尊重这个职业 你怎么说 周星驰说对不起我错了 移民那天我们司机导航导错了 然后找不到路 但是这不是理由我错了 然后财静问他的第二个问题 所有的这些合作伙伴都说你 对钱很看重 然后很吝啬 周星驰说是的 小数穷想多赚一点 财静在采访周星驰的助理的时候 他的助理也说了这一句话 很多人都说周星驰的坏话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周星驰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 他从来不做任何的解释 很多人说周星驰小气 但是周星驰的豪车全部给我们助理开 他从来不开车 这是他助理对他的解释 大家都知道 在大话西游的时候 他和朱英 演紫霞仙子的那个人 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爱情故事 然后里面最经典的台词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 曾经有一份真正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在我失去的时候追悔墨迹 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说我爱你 如果让我在这个爱上加一个期限 是一万年 这个这几句话变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景点 但是你们知道吗 当周星驰错过朱英以后 到今天为止五十多岁了 他依然是孤身一人 在电影里他是一个喜剧 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一个悲剧 当 财静问到他 周星驰你什么时候结婚的时候 周星驰露出他花白的头发 说了一句话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财静采访他 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很犀利 周星驰的每一个回答 都非常直接 财静采访完他结束以后 然后就走了 走完以后 周星驰给财静打了个电话 说财小姐 我对上一次的采访不是太满意 你能再采访我一次吗 然后财静在想 是不是他哪句话 问的回答的不太好 或者我问的不太好 他想改一改 因为他从来没有对自己做辩驳 财静想的是 他是不是要给自己辩解一回 然后说好没问题 再采访他一回 结果在采访的时候 他就问周先生 你看我怎么采访 周星驰说 你就按上一次的讲稿问就可以了 然后当财静按照上一次的讲稿问 他以为周星驰会讲述 跟上一次不一样的话 结果他采访完以后 发现周星驰的回答 跟上一次一模一样 一个字都没在差 他说周先生 既然采访结束了以后 周先生 其实问的问题一样 你的回答也一样 为什么你还要再让我采访你一次呢 他说我看了你们发给我的片 上一次 我觉得我的面部表情 跟普通话不太好 我想再来一回 你们知道他的电影为什么好看吗 因为他会把电影的每一个细节 研究到极致 他让一个演员可以N击到一千五百次以上 那些演员为什么会骂他 因为你让我一个镜头拍了一千五百次 你就是暴君 你是片场的暴君 但是周星驰说了一句话 暴君 N击一千五百次 你知道我要浪费多少交卷多少钱吗 我只想给观众最好 周星驰说我剪的每一部片要 就是除了拍要拍一千多次以后 你知道我剪我要剪多久吗 他说我最长的一个片剪了三年 剪了三年 这对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周星驰的每一部电影都是经典 一评一笑都是经典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做事做到极致 他做任何事都做到极致 他做演员做到极致 他做导演做到极致 当周星驰不准备在演戏的时候 他想做导演 他想升级自己 他拍的第一部戏叫西游 降魔片 请的是苏琪和文章演 但是实际上 当你看完这个电影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的举手头头都是周星驰 苏琪就是周星驰 文章就是周星驰 黄渤就是周星驰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看了西游扶摇的纪录片 那个电影只有不到两个小时 但是他的纪录片长达五个小时 因为周星驰把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全部演一遍给主演看 让他怎么在演 美人驰就不用说了票房冠军 他减了三年 光选那个美人驰那个女主角就选了五年 一个人会为一个剧本磨八年 这种人没有你知道吗 太少了 周星驰讲了一个跟完全西游不一样的故事 讲的是文章 文章扮演的那个唐生 遇到了一个驱魔人 这个驱魔人就是苏琪扮演的 这个驱魔人就爱上了这个唐生 然后就跟他说你爱我吗 他说我不爱你 男女之爱是小爱 我爱的是众生之爱 然后他有一个师父 他的师父也是个驱魔人 然后教了他一套驱魔宝典 儿歌三百首 他天天拿着儿歌三百首去降妖除魔 他看到有一个妖怪就开始唱歌 妖怪 妖怪你为什么那么怀 结果那个妖怪把他抱打一顿 然后他就回找他师父 师父啊 我是不是不太适合做这个行业啊 他师父说 船长你就惨那么一点点 你就惨那么一点点 去吧去吧去吧 又拿着想要宝典去了 又见那个妖怪又开始唱 妖怪 妖怪你为什么那么怀 那么妖怪又把他抱打一顿 他又哭了去找他师父 师父你是不是看错人了 我不是适合做这个工作呀 他师父说 你就惨那么一点点 就惨那么一点点 直到最后 段小姐为了保护他 被孙悟空打死了 当他最心爱的人死在他面前的时候 段小姐问了他一句话 你爱我吗 园长哭了 他说我爱你 从见你的第一面起 我就爱上了你 段小姐说爱多久 他说爱一万年 段小姐说一万年太久 爱只争召息 十五年过去了 周星驰沿用了第一部大话稀有的主题曲 经典台词 从一万年变成了爱只争召息 这可能是他对他自己生活的感受 当财静讲到这儿 问到这儿的时候 说这是不是你对你自己情感的一次致敬 周星驰说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财静说是的 周星驰说谢谢你啊 眼泪下来了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那一点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平时欢迎讨论专门 这羡邻 et는데요 我就看这个爱上去 而是整得 winning 你都注意一点 无尊重工作